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已知三角形三邊長是abc 那abc滿足這個方程式 那麼他問 x他的範圍 好,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現在來量配方 這個跟這個可以配方 就是說配方以後 這是a-12平方 那加多少? b跟這個配方 b減掉6的平方 再加這個配方 這個 s平方 這個跟這個 剛好可以完全平方 這個就是減掉多少?c的平方 那加多少? 這個的話 加起來就是144 這時候的平方是144 這6的平方是36 加起來剛好多少? 剛好是180 也就是說 這本來應該要減掉多少? 因為我多加了 加了這個 12的平方 加了6的平方 所以本來我應該什麼呢? 他要不要減掉 減掉180 再加 原來是180 剛好這兩個就消掉了 所以這得到什麼呢? 得到這個是 a-12的平方 加上b-6的平方 加x-c的平方 等於0 那這個東西的話 它大於等於0 加起來等於0 代表呢 這個等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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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 a是等於12 v的話呢 是等於6 那這個c是等於x 那現在 這是三邊長 那我就曉得這個c 它是介於什麼呢? 介於其他兩邊之合18 那大於多少? 大於兩邊之差6 那這c是等於x 所以x是介於6到18之間 所以這一題應該要選b x介於6跟18之間